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黄扇作为中国人餐桌上的常客 烹饪方法也是花样百出 无论哪一种做法都充满着中国人无穷的想象力 和而不同 美美与共 伴随着每座城市独特的气质 每套黄扇菜肴诠释着当地人对于美食的理解和智慧 来来来来 过来来看看 兜兜兜兜 哎呦 这么大 什么样的补扇工具能让一条条黄扇自投螺网 啊 这个机关是这样的 最多的这个笼子 满了 这还算少呢 是少的 长在树上的菜与养在田里的鱼 如何搭配出歹族人记忆中的美味 好想吃这个黄扇啊 在淮扇菜中 扇鱼菜肴变化万千 极尽其巧 一场关于扇鱼菜品的较量即将上演 到底谁能在这场豆菜中 获得淮扇菜大师的肯定呢 最费时间就是克这个农林 正常这道菜要做到免三个小时 那您觉得什么是好味道 大众斜业的就是我们标准 同样的食材 不同的烹制方法 口味也千变万化 本期味道带您探寻黄扇菜肴的花样吃法 提到徐志摩 这道菜肴我听前辈说 凡是习志摩到海内来的话 必点这道菜肴 什么菜告诉我 虾爆扇 虾爆扇 听起来是道大菜 那为什么会在这个地方呢 不应该在大酒店中吗 对啊 我带你到这里来吃的话 就是农村里面的 刚刚扎起来的黄扇 很有天 徐观寿是当地所厨师学校的老师 是身经百战的厨艺高手 听说这道虾爆扇 是他钻研多年的拿手菜 要想品尝到最传统的虾爆扇 找他准没错 阿姨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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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吃虾爆扇吗 对啊 虾爆扇就先要准备这些原料 那虾和扇呢 扇我们等一下去炸 那我看这桌子上是 这火腿 猪蹄 这大棒骨是吧 这是什么 老母鸡 这些要是干嘛呢 这是我们要做这个菜的熬一个汤 熬一个先掉汤 原来 徐师傅所说的这道虾爆扇 可不仅仅只有虾和扇那么简单 这老母鸡汤更是决定 最终菜品成败的关键之一 说是鸡汤 陪同老母鸡一同下锅的 这几味辅料 也都算得上是食材中的上品 猪磅骨和猪前脚 能够为汤汁提供 丰富的钙质和胶原蛋白 上等的精华火腿 既能给汤汁提供适量的盐度 还能起到增鲜的作用 光是这锅精华 汇脆的浓汤 就已经让人垂涎欲滴了 那么能让徐志摩大爱的虾爆扇 究竟又会是何等美味呢 海宁人来说更是不在话下 你看我们这里面有个垃圾 那这里边有吗 有有有 有的 炸炸了 我发现炸炸了 有有有 有的上边 有的是吧 我看看 来来来来 有有 这个机关是这样的 就是 对对对 这一截是漏在上面的 对对对 所以拐到这的时候发现 再也出不去了 对对对 没有回头路了 对对对 那怎么给它打开呢 打开 就这样子消掉好了 来来来来 倒来来看看 倒倒倒倒 哎呦 这么大 这个太神了 就是这样的一个简单的装置 能抓到这么多大的黄扇 最多的 这个笼子 满了 这还算少的 算少的 这种造型独特的篓子 当地人称之为扇楼 是海宁一带最传统的补扇工具 野生的扇鱼 喜欢咒服夜出 所以陈叔会选择在前一天傍晚 将扇楼放置在稻田里 头上蚯蚓作为耳料 第二天就会收获满满 这个扇鱼要怎么处理啊 扇鱼我们先水烧开 烧开以后 要过杯水是吧 嗯 要开熬 然后加入盐 哇 加这么多盐 要多一点 等等等等等 这这 没杀呀 不用杀的 活的呀 活的呀 活得下气 下次让它烫死 黄扇体内含有一种名叫祖胺酸的成分 死掉的扇鱼 祖胺酸会迅速转化成为有毒物质 所以宰杀扇鱼最好的方式就是用沸水攥它 攥熟以后下一步就是处理扇鱼 那先把头握住 嗯 然后把刀下刀 下刀以后沿着骨头 嗯 这样划过去 哦 这就划开了 就划开了 整鱼踢骨是许师傅最为得意的一项绝活 只需要三刀便可将鲜鱼骨肉分离 我试试 好 您给我 您给我挑一条好切的 这一条 哎 我下刀容易摆 切这骨头 划了一半 再试一条 好的 再试一条 好 失败了 好 失败了 你看 其实很明显 你看到 当我看到这样一根完整的鱼骨的时候 再加上我刚才已经自己亲身实践过 就知道 要想做成这个样子 那是太难了 这个是真的一个技术活 技术活 我在学的这个时候 我学了好多年了 好多年 哎 不是一年两年的事情 去过后的扇鱼 切成八厘米的长段备用 鲜活的小和虾去头去尾 只保留最鲜嫩的虾肉部分 简单腌制后 这道虾爆扇的食材 就已经全部准备齐全了 然后把这个油温烧到七八成的时候 这个时候我们才可以下的蒜丝 这会蹦吗 然后要爆的 你给我走开一点 哇 高温油爆的目的是快速定型 使得扇鱼表面 形成一层由气泡组成的外壳 这样做可以使扇鱼 获得外酥里嫩的丰富口感 而这诱人的气泡 使扇鱼在接下来的烹饪环节中 能够更深入地吸收到鸡汤的精华 火 其实我都不用这么去闻 整个厨房弥漫的就是这个鸡汤的香味 但是揭开盖一看到时候了 这个汤鸡汤好不好 就看上面这一层这个油 金黄金黄的 哇 没放盐对吧 没放盐 火腿在里边呢 对 这个老母鸡汤本身单煮 就已经非常非常的鲜美了 但是加了磅骨和猪蹄 这个味道完全侵入到这个鸡汤里 是一种非常非常特殊的浓香 但是煮的味道 主要的味道还是这个鸡的味道 鸡的味道 很特别 非常香 一份最传统的虾爆扇 一定要做到汤 扇 虾 三味分明 炸好的扇鱼 再次投入鸡汤中炖煮 只要三分钟 就能吸足鸡汤六个小时的精华 而鲜嫩的和虾 不需要繁琐的工序 油温三成迅速下锅 使它保留住爽滑的口感 扇鱼和虾仁 在漫长的烹饪过程中 终于相遇了 这个虾爆扇 要想吃到它 我是经历了 真的是太不容易了 前天后后七八个小时 算上我来的路 现在是可以吃了 现在可以吃了 吃扇吧 吃扇吧 对 扇 哇 是这个扇鱼 其实你要说它软吗 它不软 又有点脆 对 然后这个汤 鸡肉 火腿 棒骨 猪蹄 所有的味道都渗到这个扇鱼里边 绝了 真的是绝了 景康村是个充满民族风情的歹族村寨 坐落于云南省林仓市 霜江 拉护族 瓦族 布朗族 歹族自治县 泼水节是歹族人最隆重的节日 每逢佳节 凤秀英都会从外地赶回老家 和家人一起欢度节日 除了泼水祝福和唱歌跳舞之外 她最为想念的还有家乡的味道 这是咱们当地的皇上吗 对 这是我们当地皇上 就是我们插烟之前就已经准备好了的 插烟之前就抓住了 对 那是活的就不好抓了 你看它 对 很划算 而且还特别有劲 你们都怎么抓 其实我们抓的皇上是有技巧的 现在教你几个方法 好呀 好呀 这样子手 用这个中间的手指 然后勾住 勾住这皇上 你看 勾不住 好了 使用这个方法 可以了 可以了 这样确实是把它固定住就好了 对 在双江 只有在插秧前后 稻田里的皇上长得才最肥 您这个黄扇怎么处理 我们是用火烤的 用火烤 对 天哪 这个我第一次听说黄扇用火烤 因为之前吃的什么想用扇丝 扇段 都是直接把它处理好 然后划成那种扇丝 对 咱们知道为什么要用这种火烤的方式 因为火烤呢有 第一个有利于保存 第二个它肉质更紧实更鲜美一点 云南气候湿热 不利于食物的存储 用炭火烤干的黄扇不易变质 随时都可以拿出来和蔬菜一起烹制 而到了泼水节期间 这里还会有一种特别适合 与烤黄扇搭配的实令食材 当问到这种食材长在哪里的时候 凤秀英搬来了一架梯子 这是准备要干啥去啊 我们去采摘我们制作那个黄扇用的 胖红菜 爬空菜 对 是一种菜 对 是长了一根树上的菜 所以我们要用的梯子 好的 这整个都要摘下来吗 对 就摘这里 看到没有 这新鲜发的芽 刚刚发的芽 直接把这个连根栅摘下来是吗 对对 有点像咱们北方摘那个香橙叶子一样 是吧 在泼水节前后 爬空菜会长出嫩芽 这种植物只有在嫩芽状态时才可以食用 一旦过了季节 长老了就不能吃了 将爬空菜嫩芽与烤过的黄扇炒在一起 是当地歹族人在节日期间 招待客人必备的一种美食 我来帮你翻 你来加调料 我得亏它是晒了一下 要不然干了 估计是锅得炸 它都烧成这样了 我也看不出来它有没有糊 好 还有这个长着 混到一起炒吗 对 我把小西红柿放进去了 好 翻一下 翻滚了 我知道这边的小西红柿 为什么可以不用像马族那边先捏碎了 因为它都在炒得差不多的时候才放小西红柿 所以它应该不会爆出来 好 好了 我放去了 好 好吧 现在有这个爬通菜的清香出来了 再加上这个辣椒的辣味 好想吃这个黄鳝啊 可不及待要尝一下 颜色很好看 我刚开始还会觉得这个爬通菜被油一炒 它会变成很焦的颜色 我吃的没有 哇塞 果然是一道具有云南酸辣口味的典型的菜 刚才咱们放了这个特别酸的小西红柿 还有这个冲过的这个小米辣 这个黄鳝呢 因为咱们晒过 然后用油爆炒了一下 所以它口感特别筋道 而且又有这个爬通菜 吸收了它多余的这个油 所以这道菜将而不腻 故乡是每个人心中最柔软的部分 对凤秀英来说 吃上一口家乡的美味 是在外辛苦打拼的最好慰藉 如果说歹足泼水节上的黄鳝爬空菜 体现的是当地人热情奔放的性格 那么接下来出场的淮阳菜 则处处体现着淮安人的匠人精神 今天请你们三位来就是要举行一次豆菜 冯祥文 中国烹饪大师 淮阳菜烹饪技艺代表性人物 多年来一直致力于淮阳菜的传承与发展 淮阳自古以来就有豆菜的习俗 请大家要选淮阳当地的代表性的食材 每人做一道菜 冯鼎 冯祥文之子 从厨五年 立志在淮阳菜江湖中闯出一片天地 陈飞 冯祥文得意门生 曾获中国淮阳菜大师赛总冠军 这里面有三个签 代表了三个不同的 以这种原料做出菜的特点 大家抽到什么签就去做什么 好不好 这就是烤题 就是烤题 大家现在就可以抽签 女士优先吧 女士优先 这个 好 做好了 为了能在本次豆菜中取得不俗成绩 小费决定向冯大厨请教刀工技艺 那么第一步 片片 不能断 不片到底吗 不片到底 然后再来 再来 再片 好薄啊 切丝要怎么切呀 切丝 顶刀 这刀 顶着这个刀切 切的距离和这个片的后果要一致 它出来以后就丝才一致 这边也不能切断对吧 对 哇 这么细 来 你试试 这不容易 刀要前后 不能一下下去 前后 一点一点的 慢慢地下去 对 所有的处心一直都可以 好了 这个 这个漏切 是漏切的 这确实不行 对 我看您这个 还好是真细 就是特别像流酥这个感觉 抓紧身练 回去多练练切土豆丝 好 一定会有斩筋 行 银阵磨枪不快也光 经过九天的苦练 杜菜的日子到了 一大早 小飞便跟着陈飞和冯顶 前去寻找石材 你看我们 仔细看一下 找了个圆圆的洞 嗯 难走吧 难走得很 那有一个洞 那有一个洞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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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到没 挺光滑的看到吧 光滑它就是经常出来 加油 加油 你看 看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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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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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爬得好快 黄鳝 就是淮洋人口中的肠鱼 作为一种唾手可得的食材 在淮洋菜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黄鳝菜厨师最擅长烹饪这个 是吧 最擅长烹饪这个 烹饪 烹饪 我们知道有道名菜 叫做炒软兜 炒软兜 对 就是选用用野生肠 一个纯脊被炒一盘菜 我当时练的时候 整整做了一个月 那你原来做黄鳝的时候 也费那么大劲吗 每天都要练 练 每天早上都会去花 穿场鱼 花场鱼 散鱼心啊 肠子啊 血啊 包括嘴巴子 肉 都可以做菜 浑身是宝啊 浑身是宝 对 那我现在这个 也试着抓一下啊 快打把手 打把手 油条 淮安不可错过的美味黄鳝 来喽 来喽 在淮安 黄鳝菜肴多种多样 不仅有色泽乌亮的软兜肠鱼 枝浓胃厚的红酥肠鱼 清鲜爽口的呛虎尾 更有108道菜组合而成的肠鱼宴 今天三位选手又能为我们 带来什么样的美食盛宴呢 欢迎来到今天的豆菜现场 豆菜规则 选手选用淮安当季特产的黄鳝 分别以刀工 火候 工艺 烹饪三道最拿手的菜肴 最后由冯大师品尝并点评 得分最高者获胜 今天我给大家带来这道叫做 生炒蝴蝶片 这道菜也是很具有淮安特色的名谣 生炒蝴蝶片 淮安的传统善于名菜 因怀厨用高超的刀工 将膳肉劈成蝴蝶形片状而得名 第二步就是片 劈蝴蝶片 采用的是淮安菜中传统的斜刀劈的刀法 将处理好的扇鱼肉铺平 用斜刀法一刀劈制鱼皮 一刀劈断鱼皮 两片一毫米厚的鱼肉 仅靠着薄薄的鱼皮相连 展开后如同展翅的蝴蝶 故名蝴蝶片 接下来就是上浆 给它上镜 这是锁住食材水分 保持鲜嫩的一个必要步骤 在淮安 行业中常用细嫩 软嫩 滑嫩 来总结鲜鱼菜丰富变化的质感 这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怀厨 炉火纯青的火候掌控技艺 溜一下 让它断生 大火融化熟猪油 加入切好的青椒 蒜末煸香 而后减小火力 加入划好的蝴蝶片 盐 绍酒 白糖 香醋 湿淀粉 调配成芡汁 淋入锅中翻炒均匀 一道蝴蝶片的南面 还在调口的酱汁 一定要吸吸在鱼身上 不能让酱汁上水下躺下来 放盘 一道鲜香味美的生炒蝴蝶片 就制作好了 此时味道调查员小飞的菊花长鱼 也在紧张地制作着 这儿就是不能切断 因为要留着那个皮要用 这个需要练好长时间 不然特别容易切到手 菊花长鱼 一道经典的淮阳汤菜 对于厨师的刀工技艺 有着严格的要求 不到一厘米后的鲜鱼肉 把它片成了四片 所以它的难点是在于 片片的时候考验的是刀工 接下来更难 因为要把它切成丝 不能断 而且要均匀 这样出来的花形才好看 想要切出完美的扇鱼丝 每一刀之间的间距 必须严格把握 下刀快准稳 做到落刀无回 稍有一丝犹豫 扇鱼丝便会宽窄不一 不但缺乏美感 更影响成品中 每条鱼丝的成熟度 切丝的关键不是说 要特别特别的细 就是一定要均匀 现在这个扇鱼丝 已经进水里面了 能够看到这个小细丝吧 这个主要是为了 把血水泡出来 到时候口感能够更好 泡一会儿以后 它的那个形状也能更好 更像菊花 处理完成的鱼肉 需要放入开水中 汤烫至断生 起到定型的作用 使其更像一朵 绽开的菊花 看到了吗 它已经像菊花一样了 立刻变色打卷 皮也打卷了 焯完水直接放到 我们熬好的清汤里面 然后就上笼蒸 蒸的话呢 不仅能够让它更加入味定型 而且可以让它形而不散 也可以达到最佳的口感 好呗 静后美味出锅 另一边 陈飞的双龙细珠 已经到了最后时间的一步 鲜鱼呢首先穿熟了 穿熟了 穿熟取其机杯 双龙细珠 一道将淮阳菜的刀工 火候 美学 融为一体的极致菜肴 葱 姜末和盐 与山药泥搅拌均匀后 在盘子上塑成两条 蜿蜒的龙骨 以支撑双龙的造型 而龙头 龙身 龙尾的部分 则交给了鲑鱼来完成 正常做这豆菜呢 这个鲑鱼需要十条左右 鲑鱼肉取下来 系上花刀 然后呢要用那个盐水 把它腌制一下 保证它入味 然后利用这个花形 做成这个浓的这个浓体 龙身制作完成后 需要将准备好的虾泥 均匀地涂抹在裸露的山药泥上 利用虾泥的粘性 将鱼鳍和鳝鱼片 牢牢固定在龙身上 把它粘住 不至于蒸出来撬起来 等到一切准备完成后 扇鱼开始登场 将串熟的长鱼蟹骨踢肉 取其脊背肉制成龙鳞 整个过程极其繁琐 需要极大的细心和耐心 最费时间就是克这个龙鳞 正常这道菜要做到 碾三个小时 因为它比较麻烦 一条龙大概要贴到190块 我们做的碾一条龙 豆菜逐渐接近尾声 双龙细猪的制作 也即将大功告成 师傅 我们现在已经把菜上桌了 您给长长眼看看 三道菜呢 总体上讲各有特色 菊花扇鱼呢 菊花的刀工要求非常高 还行吧 还行吧 要求太严格了 这个菜呢二中西桌 陈飞是下了功夫的 也动了脑筋的 除了原料成本比较高以外 工艺成本也很高 可以讲是工艺上的 其他成的这么一个作品 整体上来讲 有看点也比较大气 这个生草蝴蝶片这道菜 讲究的是它这个火候 但是火候过了一点 你能选择做厨师 我非常欣慰 我希望你将来能超过我 也必须要超过我 你有这个能力 这是我最大的愿望 其实五年前冯鼎是因为 父亲的一场重病 才回到淮安 决心继承父亲的衣钵 那您觉得什么是好味道 适可就是好味道 叫事无定位 适可者真 你喜欢的不代表我喜欢 但是我们要有客观的标准 大众喜爱的就是我们的标准 没有老百姓喜欢的 流传不下去的 所以你们以后做菜 时时刻刻都要记住老百姓 记住大众 不同地域的黄扇有着不同的风味 而不尽相同的烹制方法 也让黄扇美食的滋味千变万化 徐观寿认真钻研每一道菜品 让经典菜品永远流传 是他一生的追求 热情奔放的歹族人用火烤制的黄扇 肉质紧实 风味绝佳 每一口都令人回味无穷 精益求精的淮安人 用匠心守护着家乡的老味道 只为给大众奉上最地道的黄扇菜肴 人们运用智慧 将黄扇菜肴烹制的别出心裁 在满足味蕾的同时 也承载着对美好生活的无限向往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